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跟你贩卖一下我们中国的情报情 你看最近好几个新闻 一个是他们西方的性报 IM总裁这老头被控性侵犯 说在酒店里能性侵犯 打扫卫生的黑人的这么一个女的 当然现在也有人说是陷阱 说陷害老头这不知道 最近还有一个说私奔的 中国有一个也是金融方面的成功人士 跟情人 他在私奔没这么高调的吧 你就走吧你 对对对 他可能还要跟投资者交代 而且还在微博上发表私奔言论 私奔之歌 总是春心对风雨 最恨人间泪功名 千古只贵一片情 什么往事如烟灰手行 这哥们挺逗的 中国什么情报 价格情报 你看来自网络的 二奶括号二爷中介 上海各大高校总代理 价钱都出来了 上海大学什么一万 什么06级 是不是06 一年是7万到10万的也有 其实没有 我发现因为这张单子 我仔细研究过 你看他遮住了 你知道价钱 我觉得中间价钱比较少的 可能是男生的价钱 男生比较便宜 我不知道 当然了 当然精子比卵子便宜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因为我也看不清楚 为什么有 比方说7000到 有可能什么 这是单次的 这个是包年的 对不对 一次多少钱跟一年多少钱 是不一样的 但是警察抓了 抓了这些是一个 就是中年人 岁数跟小木差不多的 这么一个中年人 陈老师 叫他陈老师 陈老师 搞的这个东西 但是调查清楚了 他就说 他就说我搞这个东西 是为了我个人结婚 交朋友 据说并没有大学生 真的参与交易 但是当然咱也不知道实情了 是 对啊 小木 小木对这个情报 其实在日本这种 叫中介这种介绍 学生就是原教 原教他在读书的时候 他不是勤工俭学 他勤工俭学 他得到很多钱 要买名包 然后就会 他不会明码标价 但是会有网站 或者这种俱乐部 沙龙 咱们给你做介绍的 这很多 在日本很多 这照咱们说起来 就叫败坏社会风气 可是他们是公开的 败坏社会风气 对 你知道像 应该过了18岁以为就可以 不只是歌舞纪定 其实像这个色谷 新宿 那些性商品店 看一家比一家大 对 然后就非常公开的 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录像那些广告 小广告 他的事情杂志 多得不得了 其实是因为 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民族 还是一个比较压抑的民族 他不是 既不是开放也不是 我觉得全世界的 你这个书说什么 日本有病 对 你看他说日本有什么病 叫伪装大国 出卖自尊 过分虚伪 欺凌文化 对 先说说性文化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无烟产业 日本还是挺规范的 特别在购物基金 对吧 他才0.5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 有5000家 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商店 各种各样的 吃的喝的玩的 堵的都有 然后他只是能规定在这个里面 比方说离学校有多少公里远 或者几公里远 然后拿税 定期检查 而且他发迟照 但真正有迟照并不多 如果说没有这种迟照 他就变相的在做一些幸福 比如说摸摸手 摸摸哪个部位 不是真做什么事 而且有些喝酒的 高级陪酒的 根本就只是做得对 你手都碰不到 就只能聊天 只能聊天 所以他喝的文化里面 有一种是跟性有关系的 有一种是没有关系的 我看过一个报道 他是说其实像有一些日本的酒店 因为他们没有做性交易 但这些酒店的小姐 其实他们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们来的通常都是名人 比方像文涛这样子的人 很侃 你要聊政治 聊体育 聊文艺 对 所以他们其实是比一般人的学士 还要更高一点 那就为什么说日本尚存古风 古风 那就是杜牧他们讲的 十年一决扬州梦 赢得青楼博姓明 宋徽宗还爬地道 跟李诗诗约会 大家青楼女子 那个时候青楼女子是女性当中 那就是当时社会的文工团 是女性当中 唯一受过点文艺教育 一般你要是做老婆的那种 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在古代 所谓这些文人雅士 他们上哪玩呢 对吧 上哪开心呢 他有这么一些李诗诗 什么一些还有柳如诗 那比一般的家庭妇女文化水平 那是女性知识分子 没错 严实做父啊 没错 甚至还参与革命啊 没错 就很多当时的这种乱党啊 就在这个里边去聚会啊 就是这个 那你像日本的高级廖婷 他那些服务生都是非常有修养的 包括日本的银座 包括新宿的一些高级的 陪酒俱乐部里面的小姐 一流的小姐是要订杂志 订大报 就是来的这些男人 他们聊的话题 他也能够搭得上 要能讲得出 而且你讲的不准 我还可以帮你纠正 所以他来的不单纯是喝酒开心 还揉揉包包 还可以得到一些家号 这是他们 什么叫家号 就是给他的信息量 信息量 对信息量 不是减号 不是单纯卖一个笑 卖一个酒水 其实真正性感的女人 在我看来 就是他不仅仅要漂亮 身材要好 就是可能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最重要是他老虚里面要性感 这个老虚性感 你就要读书 你要看东西 只看看电视跟人家都一样的 你就没有 老虚 对的 老虚里面要性感 要性感 才能加号 对 才能加号 对 对 我真是 你表一致 我没有 我懂的事情不够多 对 但日本这方面 是其来有致吗 还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日本 像这些明码标价的东西 特别多呢 比方说介绍 介绍 介绍 当然他是见到人 因为是法律不允许的 法律不允许 不能公开 实际上很多网上有 可以圆交 对吧 然后可以见面 举行party 其实后来是 当然你们见了人 也会再讲 因为你工作在网上 那不是马上就被抓了吗 事案没做成就被抓了 所以日本艺人 在综艺节目里面 说那些联谊 其实是性交易吗 那当然是 那当然是 我吓到 日本警方不打击吗 他合法的呀 我们跟我们同意 我们只有恋爱可以吧 我有了妻子 我去找别的女人 这不是违法呀 在日本这样不算违法 在台湾是算妨害家庭 对 台湾有这个罪 人配是可以告 那个女生 说你妨害家庭 那在日本没有这个 就是离婚的时候 律师来判 是因为有第三者 那对女人 就是完全保护 小孩也给 然后你多的财产 都应该多分给女人 所以在日本 我每次离婚 我都是小孩都带走的 我想要也留不住 都被太太带走 因为日本的法律 就是偏对于女性的 不管你有没有生活能力 反正你就作为男的 你离得婚 你就完全你要达到这一样 我一直以为日本是一个非常大男人的社会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看到那些 那些什么书啊 或者是电影啊 什么的 你都觉得日本男生动辄 对女生动手动脚 我们外面压力很大 什么的那种 但是你看日本人是一种什么呢 表面上看不出来 内心呢 很丰富 也不是 你看村上春树写的那个小说 是吧 他这么一个作家 每个星期有一个家庭主妇 别人的太太 到这里 跟他来一个这个性爱美好的下午 你说的是EQ84吧 对对对 性爱美好的下午 这也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然后这个太太玩完之后 回了家 继续去做他的好太太 要说清楚 文涛刚刚说的是小说里面那一种 不是村上春树真的做了 但我跟你讲 你到歌舞基地来喝酒的 很多的日本的作家 都是在那里喝酒 以后把它写出来的东西很多 但他自己也玩 所以我要做作家 我也必须在那里面生活 很多灵感在里面 甚至很多日本的女孩子 他这个观念很有意思 咱们老觉得日本人很保守 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是闷骚 你知道吗 他不吭声啊 因为很多日本女孩子 周末到酒吧 他去调男人 就调的 调两个男人 甚至两 看着两个中年男人 今天玩个秃顶的 也挺好玩 回去就 玩完了就算了 他寻自己的开心 他不是把自己真正当一个商品 对 所以说我跟日本结婚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情侣酒店 吃饭他也给你AA制 然后去情侣酒店 他还给你AA制 高风亮节 你是羡慕人家 这个就国情不同 这还是资本主义的腐朽黑暗的角落 每次都讲这一句 枪枪三任行广告之后见 你 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的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人类就是跟这个社性的这方面 任何国家都没有一个完善的解决的方法 甚至甭说国家了 没国家的时候 人类这事就是一国粥 那么你看 它总是有一个 我觉得不要活在梦里 我们也不是说反对传统价值观 对吧 要是说真是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能够美好 当然都祝福人家 可是不是每个人运气都这么好的 对 甚至大部分人没这么好的运气 甚至就说这个人性 我觉得必须正面的对待它 你面对它 就是你比方说 人要不要还保留春情 嗯 嗯